京城湾区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于3月7号晚间 举办了主任委员交接仪式及本年度的第一次筹备委员会 国庆委员会是由湾区多个台湾桥社代表 以及长期投入桥社服务的侨胞组成 负责筹备元旦及双十国庆升级典礼 以及国庆酒会等庆典活动 现任主委马倩君当天因事无法到场 但仍旧委托主任秘书邱佩芝 带为播放录音致辞 感谢各界在过去一年来的支持 随后在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处长赖明奇的尖交之下 邱佩芝也代表马倩君将硬性交接给新任的主委陈立功 赖明奇处长也代表中华民国乔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 颁发感谢状给现任主委马倩君 以及贺状给新任主委陈立功 另外也颁发感谢状给国庆委会的所有个人委员以及团体委员的代表 以感谢这些侨借人士与社团 为筹办双十国庆与元旦相关庆典所付出的辛劳 而在全体委员合影留念之后 2022年的主秘邱佩芝代表马倩君向全体委员报告了 2022年的工作及财务状况 之后就由新上任的2023年主委陈立功主持第一次的筹备会议 陈立功特别感谢两位前主委王静德和李玉珍 愿意担任秘书长和财务长 也谢谢多位资深委员愿意接受请托 出来担当各项的筹备工作 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也代表乔委会向委员会成员致最高的敬意和谢意 而庄雅淑也特别提到了 乔委会将在今年国庆活动期间派出文化防衍团前来湾区 我想这个是阔别三年以来首次派团 那今年呢非常的荣幸我们金山湾区呢 争取到文化防衍团来到金山湾区 那时间呢是9月28号到9月30号 防衍的时间希望是在9月29号礼拜五的晚上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这次的防衍团呢是当代乐防 它是非常知名的这个表演团体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表演团体 与我们海外的侨胞共同来庆贺中华民国的国庆